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好,上一节课呢,我们已经将这个DEMO2的这个导航呢,制作完成了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继续往下 好,那么在第一个首页呢,下面呢,有一个这个警告层 好,警告的这个弹出窗口 那么我们点击这个右侧呢,可以进行关闭 右侧有个小叉可以关闭 毕竟呢,这里有一个稍后处理点一下,也可以进行关闭 好,那么这个呢,我们如何来制作呢 同样的,我们可以找到这个V3里面呢,有一个这个组件 我们找到这个组件里面有个JavaSquare的插件 找到这里,然后找到右侧呢,有一个这个警告框 好,警告框 那么这个呢,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复制 然后来用它来制作我们这边的这种效果 OK,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我们可以直接把它这个项目里面的代码呢,给它拿出来 好,我们怎样来拿呢,我们可以直接审查元素 然后呢,把它的这个DIV层呢,直接给它这个可备一下 好,直接给它拷贝 然后呢,放到我们的这个项目里面 OK,那么找到档行的这个底部 然后呢,加一个这个叫做警次啊,警告框 好,警告框 然后加一下注释 然后呢,把内容呢,给它加过来 那么在加内容之前呢 好,我们首先需要对它进行一些这个处理 对吧,我们给它一个这个 这个网页呢,一个这个大的容器 对吧,大的容器叫做DIV 然后给它一个class呢,等于这个container 好,然后给它一个这个ROW 好,DIV 然后呢,class呢,是这个ROW 好,然后呢,是这个 占用多数行的这个三个系统 那么三个系统的话,它会占用到这个12行 那么给它一个class,等于这个COR-MD-12 OK 然后呢,在里面呢,把这个内容呢,放进去就可以了 好,放进去 之后呢,我们再来刷新看一下我们的项目 好,我们点到这个首页 OK,那么这里呢,就出来了,对吧 好,点一下,但是还没效果 然后这里呢,还被覆盖掉了 OK,那么我们需要对它进行一个处理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整个页面 的这个导航,它的高度是多少 好,导航的高度呢,是50 那么这里呢,它会被覆盖掉 所以说我们应该给这个BODY呢,加一个这个样式 好,给它加一个这个PADDING 50 OK,然后呢,来刷新 没有效果 那么我们应该给它处理一下 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页面 那么这个页面的话 这个导航呢,它并不是和我们DEMO1一样 它并没有浮动,对吧 并没有浮动 所以说应该我们应该这里的话 就不需要进行这个PADDING的处理 那么应该把这个什么呢 把这个index里面的这个导航里面的这个浮动呢 给它去掉,对吧 浮动的这个定位给它去掉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刷新看一下 好,那么这个问题呢就解决了,对吧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里能不能运行 我们先点一下这个X,好,可以 对吧,可以进行关闭处理 OK,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把这个文字呢 对它进行一些更改 好,找到这里 首先第一个呢是这个H4的一个大标题 对吧,那么是网站的浮动 请修复 然后呢,把这个下面的介绍文字呢 也给它拿过来一下 好 OK 然后第一个呢是这个立即修复 然后呢第二个呢是这个关闭 好,稍后处理 OK,然后呢再来刷新 好,一样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点立即修复的话是没有效果的 然后点稍后处理的话 它会关闭掉 好,那么这里的稍后处理呢 不会关闭 那么我们来给它处理一下 好,打开变形工具 那么这里我们应该给它 加一些什么属性呢 好,我们可以直接的把 这个关闭小X 关闭这个小的这个XX 这里的这个 这个Edit的 这个属性呢给它拿过来 那么加上去中呢 它就会通过这个 它就会有这个关闭的这种效果 好,点一下 那么它就会消失掉 那么在这个插件的下面呢 它也给大家提示了 它也给大家这个说明了 那么如果要想这个属性呢 可以关闭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给它加一些 这个Alert属性 那么关闭警告框的话 那么就是将它从这个Demo里面的删除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否这个真正的删除了 我们审查元素 然后找到这个位置 对吧 找到这个警告框这里 好,那在这儿 当我们点击稍后处理之后呢 好,那么这个内容呢 就删除掉了,对吧 就删除掉了 OK 那么这是这个 然后呢,后面呢也说了 那么还可以给它这个 在关闭的时候呢 添加一些表现的这个动画效果 给它添加这两个类 那么这两个类呢 在这个复制过来这个里面呢 是有的 我们可以找一下 那么在这里,对吧 Fed in 好,这两个类 那么如果给它去掉的话 那么就应该没有这个动画效果 OK 再来刷新看一下 对吧 它就会很生硬的这个删除 好,那么这是这个用法 好,然后呢 这个里面的话 再来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这个是必须加的这个lighter 然后后面这个lighter呢 它是这个Denware 然后是这个危险的意思,对吧 它是这个警告框的一个样式的 这个定义文件 好,那么这是这个警告框 然后再往下我们来看一下 好,往下的话 刷新一下 往下是这个网站统计数据和这个热帖 对吧 这两个如何来制装呢 首先我们把它的这个布局给它改一下 布局的话是这个左右分栏,对吧 好,我们到这个下面来 加一个这个dv 然后呢 class呢 等于这个col-mt-6 那么就占用了一半的三格 好,两个 一遍一个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这个内容应该怎样来写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呢 其实呢 它是由这个 好,这个Blaser的默认的这个面板框架呢 来做的,对吧 然后里面的话 应该是欠它我们的这个Blaser里面的什么呢 表格,对吧 表格 好,我们可以在这个里面呢 来找到全集4S里面呢 有这个表格 那么这是表格 然后呢 还有这个面板 面板的话在组件里面可以找到 组件里面可以找到这个面板 找一下啊 在这里面板 好,那么这是面板的这个定义的这种方法 好,那么在这里基本的样式呢 给大家这个给出来了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基本的这个面板样式呢 直接的这个拷币过来就可以了 OK 然后呢 比如说放在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呢 也给它放一个 OK 那么第一个的话 我们来放什么呢 第一个来放这个网站统计数据 第二个是网站热帖 好 网站统计数据 那么这个是面板的标题 网站统计数据 然后呢 这个是网站的这个热帖 OK 然后呢 我们保存 然后再来刷新看一下 好 没问题对吧 网站统计数据 网站热帖 好 那么这是这个 基于这个 Bloodshop 默认的这个框架样式 然后呢 里面呢 是这个什么呢 表格对吧 表格系统 好 我们可以找到这个表格 在这个全局里面 有一个这个表格的这个功能 OK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可以给它创建很多种样式 可以把这里样式呢 都给这个拉过去 然后比如说 我们这里的话 默认的话 就是使用的这种 好 表格的这种面板风格 OK 我们把它呢 直接复制一下 然后呢 放到第一个里面去 那么它是统计数据 然后里面呢 就需要我们来写了 那么里面的话 就是我们普通的这个 表单的这种样式 好 我们来写一下 好 那么里面呢 来放我们这个标题 T2 好 然后里面我们看一下 一共有几个 那么统计项目 昨日今日对吧 OK 来这个th 好 这个统计项目 然后复制一下 昨日今日 OK 然后呢 排版一下 然后下面呢 是这个内容 好 然后内容里面呢 是这个详细的内容 TD 然后看一下 第一个的话 第一个的话 是这个注册会员 然后是个详细的数字 注册 会员 好 复制一下 比如说 今年注册了200个 昨天呢 昨日 今日对吧 那这可以随意的改一下 把今日放在前面 OK 然后再来刷新看一下 好 注册 会员 昨日 今日 那么这里呢 还给这个第一个呢 加了一个加速的效果 OK 我们可以给他加一个 这个数倾 然后呢 把这个 第一个TD呢 给他改一下 改成这个TH 应该是标题 对吧 标题 好 刷新 好 注册会员呢 200 昨日呢 400 好 然后再往下 往来看一下 其他的 对吧 其他的 好 然后剩下的是什么呢 注册会员 是这个登录会员 然后今日发帖 昨日发帖 好 直接把这里呢 拷贝一下 一个 两个 三个 登录 会员 好 4100个 然后呢 然后呢 第二个呢 是我们的这个 今日发帖 今日发帖 和昨日发帖 今日发帖 昨日发帖 今日发帖 这里应该 这个有问题 对吧 这里有两个了 比如说这个 今日发帖的话 我们可以改成 其他的 对吧 比如说 推荐 推荐人数 或者是 转载次数 网站的文章 并别人转载了 对吧 这个的话 应该没那么高 好 将来 刷新看一下 OK 没问题 那么这是一个 简单的一个 统计的这个表格 然后呢 是这个 网站热帖 这里 网站热帖 这里呢 是说呢 也比较简单 这里呢 主要就是用到一个 这个list group的 这个列表组 好 那么我们直接来 写一下吧 这个比较简单 div 然后呢 给它一个class 等于这个list group 好 然后呢 里面呢 来放我们的这个 这个ul 这个应该是ul吧 ul给它一个 这个样式 给它一个 这个样式是 list group 好 然后呢 里面的例 给它一个 这个class呢 是这个list group itme 好 然后呢 里面呢 来放什么呢 放我们的这个标题 对吧 来放我们的这个标题 好 标题来看一下 这里应该还有个这个图标 对吧 图标的话 我们就来放 那么我们先来给它放什么呢 放这个标题 好 长连接 那么 先带一个index吧 然后这个文字的这个文字的话 这里随便复制一个 好 那么这文字呢 是从这个medsqn官网复制过来的 OK 那么我们先来刷新看一下 好 那么 没问题 但是呢 这里有个问题 就是这个 好像多了一个这个外面具 对吧 好 那么这里的处理方式的话 我是这样来处理的 我通常会把直接把这个面板的这个内容呢 给它直接去掉 好 这个dv直接给它去掉 然后直接这样来写 那么也是可以的 好 拍板 收紧一下 然后再来刷新 好 那么这样呢 就去除了刚刚的那个padding OK 然后呢 我们还需要对它进行一些优化 比如说后面呢 还有个时间 对吧 时间的话 我们可以给它直接加一个这个small 然后在里面就可以了 好 在这个后面 加一个这个small 然后时间呢 比如说2015 0808 好 然后呢 先来这样 先看一下它的效果 好 在这个位置 对吧 我们让它这个 跑到右边去 给它加一个右浮动 OK 再来刷新 好 那么现在它就到右边去了 好 没问题 然后前面呢 还有个这个小的这个 课本 对吧 和这个内容的这个标签呢 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把这个内容的这个图标 直接给它拷备一下 然后放到这里 放到它的前面 OK 再来刷新 好 没有问题 然后呢 我们来对它进行复制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数据呢 一共是六条 对吧 六条 我们可以直接的这个复制六条 那么就可以了 好 一二三四五六 好 然后呢 再来刷新 好 没有问题 那么这是这个网站热帖 和这个网站统计数据的 这种使用方法 那么这个呢 其实制作起来非常的简单 对吧 我们通常就是这个 Bloodwrap框架呢 已经给我们定义好了一些样式 以及它的这种风格 我们就用它的这个默认风格 来做我们的后台 那么感觉起来呢 是比较的这个清晰 对吧 清爽 OK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就到这里 然后下节课我们来做后面的 这个今日访客统计 和这个服务器的这个状态 好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